在山西高平非常偏僻的山村 又看到一座国宝级的古室 随处推门一看都是宋经的古建 游仙寺 走过山门就是一座宋代的披露殿 非常标准的宋字 梁柱沉重 斗拱挑言 这斗拱它是双操偷心罩 在殿内弯曲的丁幅是很有意思 其他地方很少见 在其次它是运用了一个简柱板 在后面上方它是梁纺相扣 做出了柱子 然前方没有做大柱 再往后就是近代的三佛殿 它比披露殿要大 面阔五开间 外移的大柱也都换成了十柱 里面所奉三四佛 在最后方就是七佛殿 是这里地势最高的大殿 这里有很多凸起的大师 这就是传统的拉石手法 七佛殿内奉七尊大佛一致排开 有意思的是佛像在窑洞里面 建筑设为明星时期 这种建筑在山西并不稀奇 这就是山西一个很偏僻山村 所看到的景象